音樂 馬上問問 講你的頭較好 跟他一樣 是一個好久人 突然你不變下跪 嚴格 要你交代 父察救機化山 為何美情同胞 甚至是永穩包裝的 賓三位大人 父察他平民的大阪相當 你請他來去無宗 所以賓情 不跟夢不孝心 以便驚動滾速來散 彈求無殘忽略 歡鬥等 獵水傷心 在剛剛高僧傳的片段中 我們看到因為土賊流竄到了寶華山 清朝官兵闖入寺院 逮捕了四僧還有工匠 這時候建月律師面對清兵的審問 不卑不亢的態度令人敬佩 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歷史評論家 余遠炫老師來跟我們分享 這一段建月律師帶領大家 安然度過危機的故事 老師您好 主持人好 我們在面對殺氣等等的官兵 一般人應該都會蠻害怕的 可是我們看到建月律師 他的態度非常的堅定 應該是有做好一定的心理準備的 那這邊是不是請老師跟我們分享 這一段故事 因為那個時代裡面說真的是很尷尬的 因為我們知道在清順治三年的時候 就1646年的時候 在前幾年 1644年的時候 明思中 崇禎皇帝他自殺了 為什麼呢 因為李治成功進來了 好像還有一個內患 那李治成功進來以後呢 後來發生什麼事情 吳三桂他打開了三海關 引進了清兵進來 要去評李治成 所以在那個時代裡面 清兵把所有人都當作土賊 因為這樣他才能夠去有一個理由說 我是來平亂的 所以他做了很多很多的 這種殺戮的工作 我們知道後來清軍發動的叫什麼 嘉定山土 揚州時日 都是大屠殺 為什麼到了寶華山以後呢 他的行為他不敢這樣 那我們看到在這個一夢蔓延裡面 監獄律師所說的 其實那群所謂的土賊 也不是真正的土賊 是清軍上山以後 他就放牧一些馬匹 然後那些馬匹呢 就亂吃東西嘛 践踏莊架 然後亂吃這個麥子 然後鄉民就很生氣 就把這些馬沒收了 所以他們就逮捕了一個人 然後讓那個人胡亂指針 然後就一群的這個清兵 就進入山裡面了 因為他們的心思問罪的理由 就是說為什麼你寺廟裡面 藏了一百多名的這種土賊 你是不是跟他有所勾結 那所以我們看到 建越律師在面對這種強大的壓力 以一個僧人的身份 一個寺廟主持的一個身份 去跟他們講道理 甚至連他這個 見到他們這些所謂的官員 都要下跪 他說不行 我身穿的是如來的袈裟 我是不跪的 那後來有一個 主要那個時代有三個官員 一個叫做陳超將 其實超將是巡撫的名稱 還有一個姓巴的 跟一個姓鰻的 這兩個人 他們三個人就去審訊了這個 這個建越大師 問他說 你們是不是有去勾結 他就據理力爭講 沒有 我們並沒有勾結 我們也不知道這些土賊 用什麼樣的方式進來的 進入山的途徑是很多的 所以他做了很多的理由跟解釋 讓這三個所謂的大人 覺得說他說的東西是有道理的 但其實這些清朝的官員 他是有一些忌憚的 忌憚什麼呢 因為他的身分是僧人 那本來清朝的皇室 他們對這些僧人是禮遇的 對佛法上面是稍微比較尊敬的 可是他有沒有去殺掉這群人 他還是有 他殺了十幾個人 就是你看這個建越大師所說的 連僧依都沾染上他們的先行 後來是因為這個建越律師 據理力爭才患得了這樣的一個和平 原來是方丈大師出面了 才把他們給救下來 非常感恩老師的分享 感恩 透過老師的敘述 我們可以看到 建越律師他理直契合不卑不亢的態度 還有他的智慧跟勇氣 獲得了一方眾生的安寧 建越律師不僅是個智慧的勇者 他同時柔軟的慈悲呢 表現在他對待這些流離失所的災民上頭 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了台灣大學中文系 趙飛鵬教授來為我們導讀 教授您好 感恩你接受我們的連線訪問 媽咪 你好 首先要請教教授的就是在順治年間 從史曜上看 這時候在江南發生了旱災跟洪災 帶有蠻多的災民 湧向了寶華山 那這個時候建越律師他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安頓這些災民的呢 好 那這個順治九年這一年 因為剛好這個江南這個地方 就包含了江蘇浙江這一帶 那這個發生了很嚴重的這個旱災 就造成了這個老百姓幾乎都沒有飯吃 那麼當時他們就只要想到說 看看是不是到這寺廟去 請求來這個協助 所以就有大批的災民 就湧進到了這個寶華山的這個地方 那麼建越律師看到這麼多人來 當然基於這個慈悲心 一定要來幫助他們 可是這個寺院本身其實也不是非常的負面 但是這個建越律師還是擷起鎖門的 把所有寺院裡面的這個糧食都拿出來 分享給這些災民 在這個分享的同時 建越律師也想到說 還是應該要來好好的教育他 於是就把他們召集起來 在這個分送糧食之前就跟他們講 他說你們要想到一點 我們現在雖然是在這個身處災難當中 大家的生活都很堅困 可是我們要想到從英國的角度來看 這些事情其實都是有陰有運的 原因在哪邊呢 可能就是因為我們在前世的時候 並沒有好好的來 發揮我們的慈悲心 發揮我們的同情心 我們來分享我們的福報 於是就造成了我們沒有辦法 沒有機會去累積更多的福報 所以這一次難免就會碰到這些刀兵 或者這些積緊的這些災難 我們只要現在好好的來 重新發揚我們的這個同情心慈悲心 有機會的時候 我們就盡量來幫助別人 再來累積我們的功德福報 那麼將來我們就會得到好的這個福報 那要怎麼做呢 就是當大家接受到 我們這個寺院的這個故事的時候呢 大家心裡要心存感激 要一邊唸佛號 一邊呢要懺悔 自己過去的這些不好的這些事情 然後要發願 將來要努力的去幫助眾生 那麼這些災民呢聽了這個建議律師 非常楷竊的這個開示之後呢 也大受感動 內心當中確實覺得 是因為自己的這些不好的 過去的一些行為 所以造成這樣的結果 所以我們從這個建議律師的這個 行動當中看到一個很重要的事實 就是說佛法 並不是只有在救苦救難 同時呢他也要教導眾生 什麼樣才是真正的因果 什麼樣才是真正的這個佛法 也就是說呢 我們不但要自渡 也要渡人 也要自助 也要助人 所以在這樣一個活動過程當中 不僅僅是解決了災民的現實的這個困境 同時也開啟了他們未來 能夠走向更光明的 更平穩的一條道路的這個情緒 所以呢 他的這樣一種處理的方式 我們認為是非常有智慧 我們不僅僅是要來幫助別人 同時呢 要開啟他的這個智慧 讓他將來 能夠有更好的一個未來的發展 非常感恩教授的分享 感恩 從剛剛教授的分享 我們可以知道 建議律師帶著全市的僧眾呢 可以說是結衣縮食 為的就是能夠安頓這些災民 而建議律師呢 他不僅照顧了這些災民 還告訴這些災民 因緣果報的道理 讓他們在領受救助的時候呢 要口宣佛號 懺悔過去的業障 同時呢 也要他們布施一筆預文錢 給這些寺院 為的呢 要幹什麼呢 要把他們的貧窮給賣出去 為他們值未來福報 那這個故事是有根據的 在佛陀的時候 佛陀的大弟子 論益第一的嘉山也呢 就是這麼去化度眾生的 從此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貧窮是可以賣的 只要你布施 就是在賣你貧窮 而這個也是指未來 有道的因緣 這個是符合佛法的元起法則 也是佛陀化世的智慧之一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高僧行儀 稍後請繼續收看 高僧傳健躍獨體律師 主導導臨的世關